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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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火災頭… 找萬婷休息, 休息一下可以嗎? 今晚又不用睡了 檸檬茶, 麻煩你 沒有了, 開啡 怎麼阿琴這麼晚睡? 你別這麼早約我出來喝茶 應該在家裡睡晚一點, 睡足她 怎麼樣? 如果想睡足, 起碼睡到下午一點 婆婆也像真人懶 讓她看我這麼晚還睡 她一定趕我出家門也行 那倒是, 那時候如果我不是有兒子 我也不敢睡午覺 她經常說日光日白, 睡在床上 要不就生病, 要不就瘦了 看來遲早我可以天天睡覺了 阿琴, 你是不是瘦了? 要不就病了, 要不就死了 想有了就很難了 那到底什麼事? 你聽聽吧 好, 行雷聲? 不是, 大貨車的引擎聲 是阿萊的鼻寒聲 如果你好像我這麼晚睡在她身邊 你不早就變得跟我一樣 什麼時候開始的? 但我聽說一個人要很累 才會有這麼厲害的鼻寒聲 跟她在結婚開始 我已經知道 嫁給了一個環媒立體星 但剛結婚的時候還可以頂一下 到現在監製虛脫了 阿琴, 你的體能也算不錯 想問, 你讀書多 你教我怎麼做 要不然呢, 我怕我成為香港第一個 因為沒有教訓而死的人 那倒是 你長血這樣下去, 不死也很累 你有沒有跟大哥說過? 跟他說有什麼用 還有我不想生他自尊心 但我聽人說 鼻寒和身體狀況有關係的 是呀, 你還是問高醫生好 治療就最好了 大醫也要治療 到時候不弄就死了 要不這樣 你等大哥睡著之後 你自己就出廳睡了 教好鬧鐘 等他醒來之前你就回房間 那就變成了酒懶 我燉了人心燉雞給你喝 喝了再吃飯 你看阿蓉, 一知道你們回來 天未光就去街市買雞, 多神心 謝謝蓉媽媽, 但最近我看到醋 我怕流鼻血, 你喝吧 我也不行, 你喝吧 小心 對不起, 我不是有心的 你別這樣, 你們是新的 不要這樣 不是生病的 不是生病的 為何你們兩個去看電影 就買一條新的 那套無叢特劇也很好看 明星期下幾人多 不如去買票, 好嗎? 有什麼事?有這麼多人看電影嗎? 如果你是怕的, 打開去訂票 對 不過通常這些事都是我的女朋友做 打死 其實阿萊真是一個二十四孝老公 脾氣也好, 對阿琴也好 阿琴, 你嫁了他 真是很醜 好, 你撿到我也不差 你經常在我耳邊嗡嗡聲 我都沒叫你收口 對阿琴, 我有些事很可惡 對, 人人也有些事很可惡 做兩夫妻就要包容一下 我嫁給叉燒餅的時候 睡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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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著睡著睡著 我就嚇到醒了 站起來, 原來他就撈頭 看著他就越想越害怕 我以為這個人一定是生失的 老婆, 全靠我撈頭 那些頭皮夠運動 才沒那麼脫髮 若不是你老公我 現在就變成禿嬰了 爬頭也不要緊 我和阿嘉初結婚的時候 一份文社滾到地上 我還以為被鬼推 原來阿嘉有貓, 撐人人 你不說說自己 半夜三更下 雙手經常發聲地發過來 打得我的肚子那麼痛 打到肚子那麼多 打到大腸 對… 不過我說自惡頂應該是鼻寒聲 甚麼進醫櫃都聽到 那真是很虐待 對, 很虐待 阿萊的鼻寒聲真的很大嗎 不是, 我只是這樣說 立生哥, 為甚麼會有鼻寒聲 通常有人猜我胖或太累都會有鼻寒 立生, 你答得這麼沒有醫學法 阿廷, 所謂鼻寒是屬於人呼吸病的一種 通常呼吸器管比較窄的人 都很容易有鼻寒 還有, 通常有鼻敏感 和扁桃腺比較大的人 都很容易有鼻寒 還有, 肥的人 因為他的肌肉鬆弛了 令呼吸器管收窄 所以經常會打鼻寒 還有… 我餓了一瓶瓶瓶瓶 我也去了 我下去三哥 看看阿福能否處理好 我先睡一會 來… 三靜, 你的醫學常常 就是留在醫院說 一開口就不需要閉嘴 弄得人也怕了你 老爸, 要認真 現在這個世界真的變了嗎? 原來認真的缺點 高醫生, 有甚麼方法 可以減少鼻寒聲的? 叫他不要睡 不… 按我說, 最好叫他戴口罩 自己戴耳塞吧 我就說最好搬了一個人外出睡 不…請你認真一點 阿瓶, 如果複雜一點 就是醫院進行一個療程 如果要簡單的 就是去普通藥房 買個鼻帖, 貼著鼻子 讓他呼吸暢順 被人的聲線減少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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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睡覺呢? 我每天都上班這麼累 都陪你看電影 睡覺 看了, 好笑 好可憐 我不是睡覺 坐得舒服得更快 起來吧, 吵怨巴閉 看電影吧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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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算大了 我聽別人說 比別人的鼻韓聲 大得火車頭那麼吵 不是吧 那個當然是恐龍來的 我想他應該當我們大馬人 可以娶四個老婆 為甚麼 當然, 這麼大鼻韓聲 老婆逐個被他轟死 誰知道要娶四個 還要娶十幾二十個 好可憐 好可憐 再這樣下去 只要你娶四個老婆才行 起碼一晚一個受罪 其餘三個也有幸福 今天睡覺好 不用再讓他搞錢了 好可憐 要跟大哥分開睡才有教好睡 來人尋命 為甚麼安靜帶著枕頭呢 你去哪兒 你醒了嗎 不 我剛才去了大公道 還要把牠竹子帶出去 是啊, 我怕 不小心 在洗手間裡面睡著做 還沒把牠竹子帶著自己 要帶棕頭那天 我又帶棕頭嗎? 沒有 沒有 老爺, 有蝦餃 奶奶, 吃腸粉 好嗎? 想吃甚麼我幫你拿 行了, 別到處跑了 有道蒸包, 老婆拿給你 阿琴 阿琴真是生成牛命的 跟阿嶺一樣, 去到哪裡就做到哪裡 他很細心, 怕得著阿敏 是呀, 吃蒸包 好… 謝謝 你吃過, 來吧 我不吃了, 我沒甚麼胃口 這樣吧, 卓葉菜給你們吃 你吃牛腔 阿琴樣樣也不錯 不過不知為何他總是不受補 他嫁走入歸家後 我也叫人燉了很多次補品給他吃 但吃也是臉青青, 眼圈黑黑 你覺得整間甚麼都覺得嗎 我以為自己只顧著女兒的心理作用 現在就算好了 遲下可能變人乾淺 你怎麼說的? 是不是阿琴有甚麼病 別跟我們說 你別問他, 就算阿琴有病 他不告訴我們 更不會告訴他 是誰說的, 有眼見的 如果一個人結婚了 每晚都沒有好睡 你說會怎麼樣? 沒有好睡? 沒有好睡 薇薇, 到底想說甚麼 就是說, 如果一個人結婚了 每晚都靜悄悄地走出廳睡 你說甚麼原因? 你說甚麼? 人家兩夫妻的事你也知道 是呀, 你別說得出來說 阿琴和阿萊幾分沒多久 怎會分房間睡 而且現在是他們的蜜月期 應該好像糖枝頭那樣才對 對 糟了…太過恩愛了 阿琴, 太過分了, 太過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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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也是, 雖則年輕領造而已 但色字頭上一把刀 阿琴還說沒了大哥才有個好睡 我想很快就出去了 他就會出一個另一個了 你真是說話, 大庭說了你 阿琴, 阿嬤, 對不起, 我不夠睡 不要緊 所以沒精神 算了, 看見你的樣子 我都既然無限同情 我去洗手間洗乾淨 是呀… 你再不要了 貝貝, 怎麼這麼巧? 你又來吃飯嗎? 是呀, 只有你一個嗎? 阿琴沒來嗎? 說說說, 他生婚之後 我沒甚麼機會見到他 我想你現在不見他就比見他 為甚麼? 還有, 你別提新婚 我想他哭得一句句話早知道不嫁 不, 庭大樓有甚麼事 我看大家都是女人 怎麼了? 我也為他灑一滴同情的眼淚 說給你聽也行 甚麼? 但你回歸時不讓他這麼唱 行了…你說吧 是他呀 阿琴 真是真的嗎? 是呀, 阿琴告訴我 你們千萬不要讓開他 謝謝各位, 麻煩你 時間到開會了 還滿了一盆散散 現在你們協僱嗎? 是呀, 做事吧 請你老婆 阿琴哥 剛才給你聽的那些事 不要讓他出去 傻了, 當然不說了 這些事是胡亂說的嗎? 歸先生 大哥, 歸先生 十分鐘後開會了 行了, 我想檢查阿琴 有沒有打電話給我 幹甚麼?這麼關注老婆呢? 不是呀, 我覺得他最近有些事不妥 跟我聊天都沒精神 有時自己想去看電影 不知道要幹甚麼呢? 是不是要怕你去夜中會應酬 俠光坐在那邊呢? 當然不會, 他不是這麼小器 我想因為他太忙了 阿華 你上次跟阿欣去過那間新酒店 你說挺好的嗎? 是呀, 挺好的 阿嬸, 幫我訂一間套房 我想跟阿婷鞋開口 坤壽鬥 阿萊, 其實兩夫妻的事 不用去澳門的 關門, 看電影也能解決 是呀, 是呀… 再見 兩夫妻的事, 必須這麼多人給意見嗎 不是呀 開會的時候不見你這麼多話說 阿嬸 阿嬸, 怎麼了? 怕成這樣, 看見色狼 色狼沒樣子看 誰是誰的色狼 阿嬸 記得禮拜尾幫我訂一套房 行了 世事無絕對 大龜先生是人仔細細 精力這麼旺盛的, 真厲害 所以說你認識人少 人細細粒, 焦點集中, 爆炸力強 所以大龜太太 被他弄得兜露粥而已 是呀 真想不到 平時跟他夜總會 他對著武小姐不太好色 人幫他貌相 男人不好色, 女人心不不不 現在就更好 我們知道他弱點在哪裡 將來有什麼衣浴 逢賊賊摸杯底, 二話為很多 那倒是 昌華, 你跟他大龜生熟一點 你勸一下他 色字頭上一把刀 不要去到這麼盡, 是不是 男人五千次 我想他已經去到四千九百多了 臉都起黑飯了, 你不覺得嗎 我希望去玩時玩 不要玩到周身病痛了 要不然吃飯的時候 我也要跟他分開錯 那倒不是 這是男人應有的戰績 誰叫他去我龜氏公司的戰神 說實話, 龜太太不應該 在嬸面前搶個性變態, 是不是 你說以後叫他在這屬下面前 怎麼立威呢 這次真是不幫人威了 威... 你幹什麼? 我睡不著看電視而已 看電視? 你昨晚也看電視, 前晚也看電視 但是前晚也看電視, 你看什麼電視? 你知道我這幾晚出來嗎? 我當然知道 現在不是很討厭嗎? 我有臭糊塗, 有發麻風 每晚都要搬出來 不是, 我... 我什麼? 你有什麼不喜歡就跟我說 為什麼要跟阿嬸說 弄得全公司以為我有怪癖 我也沒有跟他們說 怎麼這麼晚這麼吵 都出事了嗎? 拜託你了, 這麼小的 有睡房也不睡, 走來聽睡 你這樣逃避 遲早就避大哥避到柴房睡 來, 你兩夫妻子的事 我們是管不了的 不過也要讓阿琴休息一下 你如果真的有什麼事 就跑步游水 那就散發精力了 你們都覺得我有問題嗎? 你不知道自己有問題嗎? 那真是大問題 你說了, 我是不是很討厭呢? 你怎麼回事呢? 你休息一下, 你到了晚上 別說不說, 進房間… 這些事是三級的 我們不聽, 走吧… 不要… 今晚不說清楚, 大家都不要睡 你避寒聲很厲害 我每晚都睡不了 很多晚上都夠好睡 是呀, 大哥 其實阿琴跟我提過 是我提議他睡廳的 避寒? 你不是揹揹揹揹嗎? 原來公司的同事說 大哥的事不是你說出來的 是呀 阿琴, 咬下去有避寒了 是壞東西的 要怎麼搞這麼大的事 我會有避寒嗎? 為甚麼從來沒有人跟我說 你當然不知道, 大哥 我們全家人都很疼你 你那些避寒聲 出名繼承拿刀爸爸 我小時候為了避寒聲 才愛過讀書 你也不知道 沒事了… 走吧… 走吧… 阿琴, 你聽聽甚麼聲音 老虎叫?獅子哭? 那是甚麼聲音 這是你拿刀老爺的避寒聲 他三十多歲的時候 那些避寒聲就像火車聲 到四十多歲就像那些大輪船的聲音 那些餅帶是五十多、六十歲的時候 那說法將來不像他們那樣 婆婆, 你躺在老爺身邊 不像躺在森林那樣? 是呀, 所以結婚的時候 我好像你現在的心情一樣 睡不著 婆婆, 橫體怎麼看你都很飽滿 也不像沒睡幾十年 我告訴你 我嫁了拿刀這麼久 是頭三十晚睡不著 以後都不知道睡得多好 有甚麼方法你教我? 其實秘訣很簡單 兩個字, 愛他 愛他? 我告訴自己 我很愛很愛這個男人 我要跟他生兒玉女 我要跟他一生一世 所以我每晚睡覺的時候 就安慰自己了 愛一個人, 愛他所有東西 包括他的避寒聲 對, 愛他所有東西 包括他的避寒聲 是嗎? 果然厲害 你和阿萊的夫妻愛情 又登封了一步 你先睡吧, 阿萊 我出去看書 你一定吵著我睡不著 不, 我的避寒聲真的很難受 我也是出廳睡的 不要 哪有兩夫妻在分房睡的 我發現我開始喜歡你的避寒聲 你的樣子不用這麼迷戀我 一人做點事 你呢, 就戴個鼻帖 我呢, 就戴個耳塞 好, 那就甚麼能解決呢 睡吧 我愛他… 我愛他, 很愛他 喝酒吧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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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杯 乾杯, 乾杯, 乾杯 乾杯, 乾杯 乾杯 吃甜心了 今早喝完茶買回來的 你看看阿萊 做了人家的媳婦兒多細心 一早就知道買早餐 來孝敬我們了 我們只是拖阿蓉的光 姑爺, 你別在這裡開玩笑 我阿萊一向都是乖女 一向都有大家心的 過來親熱一下你喝吧 來, 乾杯, 乾杯, 乾杯 早安 為甚麼不見了姐夫和阿梅 今天是初七人一 很多人扔了乳豬拜神 你姐夫和阿福忙得甚麼 阿梅去了送外賣 是呀, 我們有吃神 對了, 你昨天不是說 今天要去上烹飪班嗎 是呀, 不過沒時間 就過來坐廢人到處供 那就多坐一會 待會兒立身和阿沙清花公 就送你了 好呀 對了, 阿瓶 我覺得你好像瘦了 是嗎 我看看… 是嗎 他現在要服侍兩個太后 還有阿萊這個太子 阿瓶這個太子妃真是不容易做的 以前的男人就有七年之養 現在的男人接受很快 變就變, 比猴子更快 做老婆一點 她的應變能力低一點 也讓她們玩死 阿浩, 你別這樣嚇壞阿瓶 她和阿萊這麼辛苦才在一起 不會變的 是呀 是呀, 阿瓶, 阿浩這個客人 我想嘗嘗你對阿萊是否有信心 好嗎 麻煩你把茶拿走 好, 有錢 你不是吧, 又說減肥 一份早餐還不夠 我買給那個壞蛋 他說這裡的茶奶出名 聽說你那個謝公子 胖得肚子都突出來了 還吃那麼貴重的東西 你真是累 我們Pauline姐和謝公子已經失敗了 當然了 那個胖子炒紅醜, 輸了 叫我按了他買給我的房子 叫他去青山 我們出來開心的 千萬不要有事煩我 那些男人都是這樣 他出來到處流情的時候 又說老婆怎麼不明白他 現在失敗了, 跌到一棵樓 他還不借意真是哄老婆嗎 其實以我們這麼漂亮, 這麼年輕的人 認識男人, 要麼是帥 要麼是帥, 要麼是有錢 兩樣都沒有, 認識你把鬼嗎 是呀, 但是帥哥 帥哥, 有錢那些 容易被你碰到嗎 那我愛 馬醫生, 黃醫生 我請醫生下早晚飯 你們是醫生嗎?在哪家醫院做的 以後我吃錯藥、自殺 我去找你們 抓住…姐姐, 拿東西來 謝謝, 八十五元 走… 我們有沒有說走 是呀, 肥哥, 你說吃醋? 是呀 一個是我老公, 一個是我兒子 別說吃醋, 哭打也有資格 是不是? 那你確定一點, 我們走吧 你走 好呀, 怎麼說幾個女人這麼生氣 是呀, 媽 你不是以為你老公的價錢這麼低嗎 現在你不知道是甚麼世界 那些女人是一點連錢都沒有的 又大膽又主動 怎麼知道 現在還反過來, 流行女人唱男人 現在這個社會真的太多人了 一不早說甚麼, 就是我逛街 也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唱我 如果年輕一點, 肯就誘惑 定力竅, 你天天都會出事 那你現在是不是好恨自己出事 不然就少出結聲 阿勤, 你對她來真的好 只要她喜歡吃西餐, 馬上去學了 阿勤, 為甚麼不說話 阿勤, 不是那些歌悶了你 其實那些男人喜歡包兒奶 是不是因為自己老婆太煩 還是那些兒奶 了解她們多一點呢 阿勤, 不是被剛才那些女人 嚇倒你嘛 這麼快你就想變問題少婦 你還剛才結婚兩個月 這麼快就不信任了, 何時到路 不過女人還是喜歡思考的 剛才你們不在而已 原來現在那些女人 真的只要自己開心 喜歡怎麼做就怎麼做 不管別人的感受 老實說, 男人出來做事 經常都會接觸異性 就像阿立生那樣 他也不用說話 那些護士自然會幫我買飯盒 好像下午茶都有人 會主動幫你買齋啡 那以阿萊歸是總經理的身分 不是很多女人向他演恩勤嗎 我一個這麼平凡的老婆 怎麼招架得來呢 其實那些人做甚麼都不要緊 最重要就是兩個坦誠 有甚麼事就一起解決 阿勤, 男人也需要人關心的 第三次你嫁入 成不成功是看男人 如果這麼容易離開 要你也沒問題 這個男人 最重要是你不要亂想 那又是 對了, 琴 剛才買飯盒和買咖啡的東西 你千萬不要跟我說 否則我跟阿立生有時間去返 早安 早安… 對了, 桂先生 我們幫你買早餐 有豆漿和貼飯 還有通粉和果汁 你們怎麼這麼客氣 不用怕, 我也有炒麵遇上你的 甚麼 你不是對我有意思吧 你以為我是小妹子 拿一夜情來博酒接敬嗎 我和你只有子弟情 別想錯隔壁 無緣無故買炒麵給我吃 你老婆剛打電話給我 說你趕著上班沒吃早餐 然後餓了你 叫我買早餐就遇上你 這樣就不用了 甚麼? 剛才看阿萊的樣子 越來越有老闆上 整個人英明神武 人家現在有家室 當然精力充倍, 做事吧 是呀 大衣相也不錯 謝謝 沒問題 阿嵐, 行窗的項目 不如你去辦吧 沒問題, 阿嬸 你和我何先生約時間 好, 現在桌上 每人都有一份檔案 就是關於大埔新市鎮 我們興建了一個大型商場的資料 好, 我們總共收到 有八個公司的不同計劃書 其中新益和忠榮 在大型商場租募方面 很有經驗 我覺得可以考慮 其實我覺得創建的計劃書 都可以考慮, 挺新意 謝謝 桂先生, 其實創建 這間公司 平時都是做一些小的項目 如果做我們這麼大的購物 可能會蚊蚊 不過我有留意 新益最近搞的那個商場 跟前年搞中環那個商場 差不多, 沒甚麼新意 但現在經濟不好 人家的司法力又不高 如果商場的形象搞得不好 就很難吸引人去走 加上香港人, 每個人都貪新鮮 所以一定要搞個噱頭 才可以讓人去走 創建用海洋做主題 其實也挺新鮮的 但他們提出價錢很低 如果被他們承辦的話 可能不能回答我們的實際利益 至於價錢方面 我想有得研究的 如果他們想跟龜氏合作 一定要出出適當的讓步 那阿華, 讓他們出來談談吧 今晚創建跟我們做一個公司 創建老闆Steven 他出了名字, 很幸運 他女兒嫁得很盡 不過這麼幸運, 許先生公幹出了房 由他助手李小姐代表 這次這個項目這麼大 我怕我一個人擔當不起 況且拿督總裁也很注意這個項目 桂山, 你們倆可不可以找一個人負責 我今晚約了阿病 不要緊, 我去吧 阿華, 叫雷公和阿奇哥一起去 好 阿萊搞甚麼 一聽到那個李小姐出現 就說馬上要去 肯定就收到封, 知道Ivy漂亮 整行都知道這個女人 一定靠坐大腿上位 我還以為有好東西給自己 那我不清楚 我只知道這個李小姐 不夠三十歲就當總裁的助手 也不是善男生女 現在反過來而已 男歡女兒又不是一輩子 最緊又開心 稍後說, 他有個花名叫男人樓梯 還好, 甚麼男人樓梯 是男人都可以上, 伯父 你別亂說 忍著塗油塗火水 是呀, 現在我很害怕 說說 老闆現在是不是跟他理真的 真正也好, 真正也好 難道你跟老闆爭女兒嗎 好巧 老闆爭 妹妹, 你喜歡看電視就看了 看你弄得他拉著菜, 不用你幫忙 好呀… 大奶奶 一仔睡了嗎 是呀, 雖然只顧著玩 不捨得睡, 幸好暗了他睡 像煤菜一樣 如果捲起他比較易積, 我幫你 好呀, 你真乖 甚麼這麼香 凌菇, 你餓了嗎 不如叫阿汪開下午茶 剛剛焗了小餅, 我拿給你吃 不用 那現在誰在廚房 不用問, 當然是阿婷 這麼囂張, 有福都不會 所以我說一個人的出心很重要 爸爸, 我有你的高貴風飯 阿婷, 一聽見阿萊喜歡吃咖喱牛腩 和羅宋湯, 趕快去報名學西餐 是呀 阿婷, 怎麼這麼香 老爺, 我在這裡燒牛腩 阿萊喜歡吃牛腩, 就燒給你吃 工人做就行了 歸家大少奶, 手上去吃 我想自己煮給她吃 其實煮東西吃也是藝術 老爺, 老爺 你喜歡就有你 不過慢慢說話就別相信了 為甚麼 出你的應酬很多突發事件 隨時不回家吃飯 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我明白, 當然以事為重 你明白就好, 我回去了 很香 桂山, 我們約了李小姐 在咖啡店那裡 時間差不多了, 要叫司機嗎 不用了, 我自己開車就行了 那我先在外面準備好東西 好 阿敏, 阿瓶在哪裡? 阿瓶, 大哥打電話給你 謝謝 多幫忙 不用了, 我想一手一腳 自己做完 阿萊 阿瓶, 我今晚約了客人吃飯 我不回來吃了 不要緊, 我們晚一點吃你 不要 爸爸習慣了七點吃飯 你們別等我了, 你們先吃吧 為甚麼不說話 剛才你說甚麼一手一腳做 你是不是煮了很多東西給我吃 不是, 我只是煲藥羅菜湯 甚麼都沒有煮 我猜到了 你留點湯給我喝吧 我不說了, 他們要催我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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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大哥不回來吃飯嗎 不要緊, 起碼他記得打電話給你 你男人有時候做起事 甚麼都忘記了 就像男人一樣 經常都忘記打電話給我 可能我還沒習慣 一個日理晚機的老公 那倒是, 也要少許時間適應 我就回來了, 再見 青華, 要不要向我老婆交代 這是丈夫的責任 別怕老婆怕老婆 人少少就承認她 別笑她, 她尊重老婆 那倒是 來吧 蔡莉, 嗨菱莉, 你好 你好, 你好 謝謝 這幾位上次文來朝大會見過 是呀, 李小姐, 你好 你好… 你好, 請坐 李小姐很準時 叫我Ivy行了 不好意思, 叫你們打電話給我 一樣的…小姐, 要什麼 謝謝, 咖啡 不如我們說回購物店的事 不知道你們歸事 對於我們這個計劃有甚麼意見 我覺得用海洋這個概念 來做商場主題挺新穎 但如果實行的話會有困難 我不敢說我們公司向難度挑戰 不過在做這個計劃之前 我們公司是做足資料搜集的 他們中間全透明設計的海洋館 會是商場的焦點 另外在頂層 我們會有一個露天四季 不同冷暖設備的五水池 我們看過你的計劃書的內容 你說商場出入口 有個大型的幕牆 是看到泳池裡面的 是呀 我覺得有噱頭 好, 去穿這些地方游泳的 多數都是年輕子女 人流一定多 是呀, 我們公司是希望吸引 十五至二十五歲的青少年 他們沒有樓沒有車 消費能力比一輩人高 這個想法聽起來真的很好 難怪創建在這幾年的業績 是一支獨手 原來Steven可以有這麼有力的助手 Ivy真是平靜十足比美男生 是呀 沒辦法, 我們這輩子公司 想和歸市合作 就一定要把握機會了 我收上這個新的計劃書 是五光彩要求修改過的 有一個嗎? 是呀 謝謝 這裡好像有一點問題 這裡? 你看 你沒事吧? 可能紙太硬了, 割傷眼球 不好意思 弄了你的眼, 可大可小 你帶立身來看看 我帶你去看看 快點… 走 走 立身, 她的眼睛沒事吧 沒事, 眼睛摸摸一點點 定時滴眼藥水 和淋睡前塗眼睛就行了 過天沒事 應該不是很嚴重吧? 上班應該沒問題吧 沒問題 儘量給眼睛不要這麼粗魯 還有儘量不要被強光直射到眼睛 Ivy, 真是不好意思 還是我不好 是我自己不小心, 沒關係的 謝謝, 立身 幸好你還沒走 不用客氣, 收錢的 我會賣單的 那怎麼行 我弄傷你的眼睛, 我賣單 不用了, 我自己行了 對的…讓你賣吧 阿萊, 你談完生意了嗎? 還在談嗎? 沒事了, 你慢慢談吧, 再見 再見 沒事了,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麻煩你一整晚了 我知道你打給市場了 不要, 你的眼睛不方便 我送你回去吧, 那... 立身, 我先走了 好, 再見 再見 剛才阿瓶煮的牛八卵 羅宋芳很好吃 阿萊真的沒吃神了 是呀, 不過看到阿汪他們 不知道幹甚麼 眼淚淚淚 可是我不是思鄉病嗎? 那些低下層的傭人 去到新環境當然不適應了 大嫂子 不是, 她怕是瓶煮菜 當然沒得了 不過也好, 讓你反省一下 別以為我的錢養閒人 爸爸, 你看看 那些水果很漂亮 打給爸爸吃水果 好… 不知道算不算 甜…我給你的就甜 謝謝你, 麻煩了你一整晚 別這麼說 我弄得你這樣我也不好意思 夜亮, 我先回去吧 我送你吧 不用了, 這裡保安這麼嚴重 不用送了 再送了也不知道你何時才回家 再見… 這裡兩盒炸雞這麼多 我吃不完 不如你留一盒在車裡吃吧 好 再見 再見 喂? Ivy, 炸雞好吃嗎? 不錯 對, 剛才只顧給你一盒炸雞 留了外套在你車上 那我現在拿回給你 不要了, 太晚了 我換了衣服了 再約吧 不妨你開車了, 晚安 好, 再見 好, 再見